各位想想看,怎么样把多蓝变成一蓝,又把它变回来 因为常常同学遇到不是,当然这个是可能单一蓝变成四蓝 但是也可能是四蓝又变回一蓝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过这个问题 当然解决的方法当然蛮多的 但比较笨的方法也是只能够慢慢在复制贴上 不过当然还有比较快的方法就是你贴上的时候转字一下 不过你还是要贴一遍转字贴一遍转字 那你要贴很多遍嘛,这也不是好方法 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多蓝变一蓝 那里面的话当然你可能会还是一样 其实你这边一样你可以先推理嘛 那推理的方式不外乎就是用我们习惯的方法 我讲过我习惯用index好了 那index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把你可以的讯息给它 第一个范围给它 第二个列 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呢 你会发现 列的讯息 变成说前面四个就是都第一列 再来就第二列 第三列,也就是列的部分 你需要一四个 二四个 三四个 有没有,一到八都四个 那蓝的话呢 要什么,一二三四 但是不能在五六七八了 还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其实你可以先在旁边练习 产生,如何产生列 列是四个,四个,四个 然后蓝的话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如果你这两个可以推理出来的话 那你这个就做得出来了 不过后面的东西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蓝 我坊间的书籍好像也很少再把 就是有些东西不需要去外 就是你可以推得出来 你就可以答案就出来了 那有些东西其实是参考的 最重要还是你要用自己的逻辑去理解 理解之后 其实反正你工作上 你就可以很快做出你要的东西了 那这个我想 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我们把那个后面 index, indirect 再来就是offset做完 也许回来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多蓝变一蓝的方法 那其实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这个也不算太困难 反正你知道问题点 就可以把答案做出来 那再来的话也许 各位把那个index 这个原来的工作表 就是我们第一个用index 那请你把这个工作表 复制一个 拖拉之后按control键 其实control就是复制 这样你可以复制一个 把它改成indirect 里面的话请你再把它改indirect indirect前面还记得吧 就是插入函数里面呢 我们用减数与参照里面的index 下面有一个indirect 那indirect它里面是需要什么 给我一个什么呢 参照的位置 而且是必须要是什么 文字哦 文字哦 前面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抓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就要告诉他 这个位置是b b蓝的 b2 所以这indirect后面就必须b2 然后再来这个什么 b3 b4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 好我们internet先抓一个过来看 这个地方记得点b2一下 但是我前面有讲过 你这个 因为它不会自动帮你加这个双引号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一定要自己加上去 按个确定 好b2就带过来了 可是问题哦 我这边是b3 b4 b5 6 7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我们刚刚是1到4 它开头是2啦 所以其实哦 你可能只需要怎么样 关注的是b都一样 后面这个数字改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刚刚的观念再重新在 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先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数字的部分 那这边本来蓝的话是4啦 你把它减2 为什么减2 因为从2开始嘛 2 然后呢 向右拉 就2到5 向下不OK 所以怎么样 再加上几倍 加上它的列 先把它现在所在的列减掉 因为它现在列2嘛 然后呢 在后面再乘上 要几倍 因为有4个嘛 所以乘上4 打勾 2到5 向下到33 OK 那这个指的是 这个后面要抓过来的列数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应该懂的意思啦 然后呢 把这个 再减下来 减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一样用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换一个 用那个interact 那interact 特别注意就是这个地方要怎么怎么下这个公司呢 刚刚是点这个啦 不过记得你要把前后接加上那个双引号 但是后面这个2我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我是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东西加一个end的串接 再把它串到后面 意思就是这个后面的数字23456是动态给你的 特别注意哦 如果动态给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串接符号 后面呢才是你的公司哦 他才会帮你串在一起 哦 想串在一起跟那个什么 Apple Pen很像 小朋友现在最喜欢跳那个什么Apple Pen 有没有那个PPAP 也知道这东西吗 哦 那个那个神曲嘛 40秒钟 OK 那就把两个东西串在一起了 像网路上很多都网红了 我很多东西都都没听过 小朋友都听过 我都没听过 然后他说 他昨天什么看到一个什么滑板鞋的 也是那种新的神曲 没听过 算了没有 哈哈 是很好笑的 网路上的一个影片哦 OK好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把它串在后面 有没有 向下向右 当然他这个地方哦 也会把我们要的东西抓回来 那后面都一样了 再用什么 用replace啊 OK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改一下 你不要用replace 你可以用什么 fine 加上mid 不过fine加mid也许你不熟的 没有关系啊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分阶段嘛 先怎么样 旁边练习一下 先用fine 如果我要切的话 那我可以先复习那个fine 那fine应该还有印象吧 fine 在这边 fine fine的意思就是你要找什么 从哪边找 从这边找 呃 不跟这样 应该是找那个冒号 那冒号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应该是全形还是半形 看起来好像全形 好没关系 因为有fine到 那表示应该就没错 全形的话就是 我这边哦 加上一个 前置 我用新注音打 OK fine这个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 哦 看一下 within 在哪里 在这边 在第几个字 空下来没关系 诶 有找到了 start number就 如果这空下来就从头找 诶 在这个 在这边里面找 有没有找到 有 找到第五个字 那第五个字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诶 我们找到冒号了哦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是什么 要 的是 把 这个字呢 再加一个字之后的东西 帮我把它切出来 所以我可以再把它剪下来 然后呢 再用那个文字里面的mid吧 应该还有印象哦 这个mid mid的话就是 你要切的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要从第几个字 从 找到的位置 fine的位置 然后再来就是 然后再来就是 number chart 几个字 几个字的话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几个字 我习惯答什么 99就好了 意思是后面全部都要了 前面我都不要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时候会切出来 那这个地方少加一个1 因为冒号 找到了冒号 它会把冒号也切进来 所以加了1之后 就冒号后面的字 那这样的话就切出来了 OK 按确定 向右 向下 不过这里好像少了 我要 把那个什么锁起来 D2 固定在这里不对啊 因为 这个过来 G 啊 没有 因为我这边有有有有有两个隐藏 蓝了 引取消隐藏 I I J K 对对这边我有隐隐藏 我这边有两个隐藏 因为我这边有那个啦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哦 过来 再向下 OK 那就做完了 因为我刚刚本来是在这边先 先做了那个 抓那个蓝跟列啦 这些刚刚的东西 所以 有把它做出来 这个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一样可以把它切出来 所以应该没问题啦 那 它跟replace比起来 当然会多一个函数 可是难度的话 应该也还好啦 也蛮好推理的吧 反正你就可以把它推出来 所以刚刚重点哦 再把它回顾一下 一 那最后再把它合并在一起哦 好 所以再合并再回来的话 哇 那会更加的复杂哦 稍微感觉比较复杂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哦 试一下把那个 刚刚的index 改成indirect 然后呢 再到旁边 也许你试试看哦 不要replace 可以用那个 那个fine 就是再加mid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可以再把什么 把这个 其实哦 你应该可以把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要把它合并在一起的话 两个合并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把记事本叫出来 然后呢 贴一贴 直接再把它贴回去啊 有时候反而 甚至会更快 而且更不容易做错 比如说这个 这个要跟刚刚那个 这个要跟前面这个合并的话 啊 有时候你可能要重新再做过一遍啦 另外一个方法 我先把它贴上 对不对 然后再check一下 这个d d2 所以我待会的话怎么样 嗯 变成要贴两次 把把这个 再把它贴回去这边 跟这边 OK 那这样最后就可以 可以完成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 有那么复杂吗 看起来是真的是这样子 OK 那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当然 嗯 不需要重新做过的话 你可以把indirect在这边 把它复制怎么样 贴到d2的位置 因为d2就是你刚刚取资料的位置 把它贴上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 这一串 有没有 再复制 再把它贴回去这边 打勾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一样 把它删掉 那这一边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把它删除了 OK 好 试试看好 所以主要我们是把那个刚刚index 改成那个indirect 然后replace呢 改成mid加fine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那完成的那个 画面 那个公式 在云端上也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好